前总统马英九八号来到花莲探视民间友人 而面对媒体询问说 中共战机再次扰台 解放军首次队伍 拦截空军呛下指示例行训练 有何看法 马英九对此则没有多做回应 前总统马英九八号来到花莲 探视民间友人 上午到东区老人之家 向迎接的228受难家属张安满寒暄 媒体问解放军凭扰台 称是例行性训练一事 有无看法 马英九为多做回应便上 探视大约半个小时后 马英九下楼与媒体挥手打招呼 表示这一次来花莲的行程 都是来看老朋友 随即快闪离开 而马英九八号下午 则是前往玉利安德奇的中心 拜访刘一峰神父 而此行来花莲的行程 都相当低调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